大家好,我是刀刀逢 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首非常有特色的歌叫《神奇白马》 这首歌是由徐佳莹和他的老师苏通达共同创作 并由徐佳莹演唱了一首歌曲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副歌部分 改编自台湾的歌仔系《我神奇白马》 这首歌本来是为了参加一个综艺节目 在他们15个小时之内就创作完成 并且在节目当中获得的反响非常的热烈 所以他们后来又重新对这首歌进行了更精细的编排 并且发表出来了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首由台湾歌仔系改编的流行歌曲 为什么能这么好听 首先一般来说这种带有戏运的歌曲主要分为四大类 它第一类就是这个戏曲本身不变 还是用这个戏曲的旋律以及唱腔甚至是唱词 只不过它的伴奏由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 变成了西洋的交响乐的乐器 甚至是用了西洋的电声乐器来进行伴奏 比如说乐剧有一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类它是以戏曲为题材 但是重新创作旋律甚至重新创作歌词 只是用戏曲原本的唱腔来演唱 这样达到一种复古的效果 有的时候它可能并不是整个副歌都用这个戏运来唱 它可能就是一句念白达到一个背景 或者达到一个衬托主题的这么一个作用也有可能 那么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李渔刚的《新贵妃醉酒》 第三类是以戏运为特色 创作的一种纯粹的流行歌曲 一般叫做戏歌 它也是完全用通俗唱法来演唱的 我最先想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小时候常听的一首叫做《说唱连谱》 那么第四类呢它采取了戏曲本身的旋律 把它经过配和弦包括重新编曲等等一系列的过程 把它变成流行歌曲的一部分 并且呢也完全用通俗的唱法来演唱 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这首《神奇白马》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首先来听一下这段戏本身的演唱 然后呢再来听一下这首歌它变成流行歌曲以后 它的演唱 《神奇白马》 《神奇白马》 《 mainstream folk歌中夜升上路》 《心奇白马》 《才有三观》 《我亏善首约欲》 《 Alice超雄》 《行销 ayoへRO combo 帮哈赛亮 无人管 我一心之心 欧伯传 那么怎样的戏曲它改编成流行歌才容易好听呢? 什么样的戏曲它才是一个优质的被改编的一个素材呢? 这里我们主要来说三点 第一就是这个戏曲本身它的旋律不能太拖沓 我们知道京剧它听的不光是旋律 很多时候它用的都是曲牌 也就是说它的旋律不变化 根据在不同的戏里面的需要 它按套路填上不同的戏词也就是了 所以在京剧里面它不光是听旋律 更多的是听中间的转音 包括咬字 包括它的唱腔 主要听的是这些东西 所以它就容易造成有的时候它一个字 咿咿咿咿的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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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唱半天 虽然呢 稍微瑶瑶瑶 但是呢 这就不符合流行歌曲的特色了 因為流行歌曲 需要在快速的节奏当中迅速的传达信息 那么如果你一个字 咿咿呀呀的唱半天 那它的节奏听起来呢 就比较的缓慢了 就不容易抓人 所以如果要是一首好的戏曲 能够改编成歌曲的话 好的素材往往呢 一个字一般也就对一个音 这样它就显得不拖沓了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戏曲的旋律呢 最好不是光由五声音阶组成的 我们小学音乐课的时候 曾经学过中国民族音乐里面 最常用的就是五声音阶 它用到的是 用中文来表示呢 就是工商觉知语 我们现在经常说 有些人唱歌他五音不全 基本上就是说的 他这五个音啊 他唱不明白 所以他就五音不全了 但是呢 我们如果要是学过一点 西方音乐的乐理 我们知道它和西方大小调音阶 对比起来 它没有发和息 为什么呢 因为Doremi Sola这五个音 放在一起听起来呢 是特别的和谐的 如果要加上发和息呢 它就听起来特别的不和谐 那么就变得比较不好处理 但是呢 正是因为有这两个音 它的不和谐 才能造成更多的矛盾 这是西方音乐发展的 一个推动的语言动力了 这里面呢 涉及非常专业的知识 那么我先在这儿挖个坑 以后有机会呢 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述 西方音乐的一个发展过程 但是我们流行歌的创作呀 是基于西方的这个乐理 所以如果我们的音乐采用的只是五声音阶 听起来呢 就会相对的单调一点 就比如说呀 您爱再爱吃糖 但是您每一口喝的都是蜂蜜水 您喝到后来呢 它就不觉得甜了 可能中间呢 您还得插点苦的呀 插点辣的 您给它插和一下这个味儿 您再喝甜的呢 就觉得它格外的甜 音乐呢 也是这样 如果它每一个音都听起来特和谐 反而呢 觉得它的特色就不那么突出了 需要有这样一个带矛盾的这样的 特别的尖锐的刺耳的声音 在中间穿插着 这样呢 它有的时候尖锐 矛盾 有的时候听起来和谐 才听起来更加的丰富多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七声音阶 听起来呢 要比这个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 听起来要稍微的丰富一些 但是我们中国的民乐 其实不光是五声音阶 它也有很多的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 这个呢 可能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优质的 改编成流行歌曲的一个戏曲 它所采用的这个音阶 如果要是六声音阶 甚至是七声音阶 那么它一定是个非常优质的素材 它比五声音阶就要丰富一些 第三点呢 就是歌词部分 它最好每一句它的字数是一样的 这样便于它在节奏上进行重复 只有重复了以后 才能加深人们的印象 我们知道流行歌 它一定要有记忆点 这样它才能容易被人记住 它才能流行开来 如果比如说我背诵唐诗的时候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体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您看我基本上的节奏都是用的二加三的这样一个节奏 这样您对这个节奏的印象更深刻 那么才能便于这个节奏 包括这个诗本身 它的传播就更容易一些 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每一句它的字数是相同的 这样它也便于有这个特色 比如说台湾的歌载戏 它这里面用的叫七字调 也就是说它每一个句都是由七个字组成的 它的节奏容易变成四加三 这样就容易被人记住 因为它的节奏容易重复 如果它采用的是其他的一些戏曲 比如说我们很多戏曲里的这个唱词唱段 它可能第一句只有四个字 第二句它十个字 第三句七个字 第四句它三个字 这样它每一句字数都不一样 它的节奏就不容易统一 不容易重复 那么也就不容易让您记住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改编成流行歌的素材 那么有了好的素材 您还得会编 才能把这首歌编得更好听 那么怎样才能够突破戏曲本身的框架 把它改编成一首好听的流行歌呢 这里面我们也主要来说三点 第一点就是在它配器的时候 一定要有层色甚至有创新 这样才能够更像流行歌曲 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戏曲 包括中国的传统民乐 它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 大旗奏的方式 也就是说所有乐器演奏的音 都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一个旗奏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传统的乐理里面 它更突出的是一种旋律 它要求旋律要优美 或者旋律要能表达这个思想 要能表达这个情绪 但是中国的古典的乐理里面 它是缺乏和声 缺乏音程 缺乏对位这些概念的 所以它只能是大旗奏 但是我们在改编的时候 就要把它配上和弦 把它配上各种各样的 有层次的不同的音乐 这样才能使它听起来更丰富 苏通达曾经在一次公开的讲座里面 他描述过他自己配这首曲子的过程 他首先把这个旋律抓出来 在钢琴上给它配上了和弦 然后他觉得这首歌要想变得更流行 必须要有流行音乐里必备的一个乐器 那就是贝斯 所以他就加入了贝斯 然后他觉得这首歌还需要有一定的韵律 于是他就加上了架子鼓 再然后他觉得这首歌应该听起来更华丽一点 所以他就把它加上了弦乐 最后他觉得这首歌应该听起来更年轻一点 所以他就把它加入了吉他 这个视频它也是有一个完整的这一段讲解的一个视频 在油管上 我把链接贴在下面 如果您有条件 您可以直接到我这链接上去看 但是如果您要是没有条件 反正我是没在其他网站上找到过 可能就需要您 辛苦您在其他网站上试图找一下这个视频来看一看了 第二点就是在配乐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中国的传统乐器 比如说索纳 二胡 琵败 这些其实他都是非常常用的 但是用这个乐器以后一定要注意 它不能够和你唱的这个旋律完全一致 也就是伴奏不能和主唱的旋律一模一样 比如说我们唱歌的时候唱 那么你在伴奏的时候 无论用什么乐器 它一定不能也完全同样的演奏 因为你契乐演奏的声音就会影响到人的这个声音 但是为什么在戏曲里面如果我们这个传统乐器 演奏的和唱的这个旋律完全一样 为什么就听起来还比较好听呢 那是因为首先 因为这中国像我们之前说的 中国的传统的这个乐理里面 它没有和声没有对位 所以呢 它的契乐如果想演奏旋律的话 那它只能是和其他的所有乐器 以及和声乐一样 它来演奏大旗奏 另外呢 就是我们也是之前提到过了 这个戏曲里面 它主要听的不光是旋律 它更重要的是它的转音 是它的咬字 是它的唱腔 所以呢 如果它的旋律上有一定的重复 并不影响您欣赏它其他的这些层面 所以呢 它对音乐也就没有什么破坏力 所以您听起来呢 就觉得还是很和谐的 第三点呢 就是地方戏曲往往能占很大的便宜 比如说这首歌《神奇白马》 它的副歌部分采用了戏曲本身的语言 也就是闽南语 那么如果您要不是福建人 您要不是台湾人 那您肯定很难把这个完全听得懂 但是呢 像这种 它毕竟还是中国我们自己的语言 所以呢 您会觉得能听懂一部分 这种似懂非懂啊 反而能容易加深您的印象 为什么呢 因为您老觉得您马上就听懂了 但是呢 又没有完全听懂 所以呢 您就听着格外的细心 就想知道它到底唱的是个什么词 您格外的细心 格外的认真一听 您的印象也就因此加深了 那么有的语言 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语言 您实在听不懂 怎么办呢 它也没问题 因为就像我们之前在山丘那期节目里面曾经讲过 流行歌曲啊 它大部分它音乐是用来衬托歌词的 也就是说歌词是中心 音乐呢 是个辅助 但是如果您要对这个语言啊 本身完全您就听不懂 这个时候 您可能就会更多的去欣赏这个音乐本身的美 这个音乐呢 就会给您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它的好就能被您挖掘出来 所以呢 对这个音乐啊 对这个整个歌曲本身也是有增益的 另外有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歌词的创作呀 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可能过于的直白 不像我们这个古文啊 或者戏文里面 一般比如说我要说我想你了 它可能不那么直白的说出来 说想而不带想这个字 它才玩的更加的高妙 但是流行歌曲因为它要通俗 所以呢 它的表述一定要更直白 可是有时候这种直白的表述吧 往往会破坏歌曲的意境 比如说有的歌 它上来创作歌词的时候 上来就是 我怎么怎么爱你 你怎么怎么不爱我呢 对吧 但是您一听这个呢 您就觉得这个歌词呢 听起来特别的俗 如果这时候 它这个歌词用的是一种 您听不懂的语言 尤其是说 它比如说在用法语呀 西班牙语呀 这种外语 咱们彻底都听不懂的 那么它无论如何 无论这个歌词多俗 对您欣赏起来 它肯定是没有什么 这个 没有什么损害的 因为咱听不懂嘛 而且呢 因为这个语言 您听不懂 像法语 它的发音比较优雅 西班牙语 它的发音比较有节奏感 那么它这个语言 本身发音的一些美感 就会给您带来格外好的印象 所以有的时候啊 这个听不懂的歌 它才是更好的歌 好 今天的刀刀缝聊音乐 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积极的发言 而且呢 我也希望您能够帮我积极的分享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能够看到我的这个节目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